美国规定纳税人要为全世界收入报税 包括从外国赚取的投资收入 租金收入 投资增值收入 股息收入等等 也都包括在国外得到的退休金收入 都需要报在美国的报税表上面 海外退休金是要报在1040报税表 第16A和第16B 由于外国的退休金收入 是没有给1099R表格你的 因此报税的时候 就要自动摆上去16A和16B 税局一般都会接受 不会回来询问你为什么没有1099R表格 在申请社会安全退休金的时候 其实都要申报你海外的收入 可能会成为WINFOR ELIMINATION PROVISION 或者WEP 就是由于你在国外获得退休金 在美国的社安退休金就会被减少 这个条例已经存在了多年 曾经有很多人提议取消 我认识一位华人女士 为了不满这个条例 和社会安全局长期争论 甚至要求法律仲裁 但结果都没办法避免 社安退休金 本来在几年之前修改条例的时候 政府有表示可能会取消这个法例 但结果是原封不动的 因此不论是从外国机构 或者美国机构获得的退休金 而那个机构是没有参加社安退休计划 这些退休金就可能会影响 你社会安全退休金的金额 除非你已经做工超过30年 那就可以避免这个条例的影响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半钟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